在歌手界里,如果要说到一些老前辈了,并且混迹歌唱圈很多年的大佬,那就属林俊杰,周杰伦了,这两位都是地地道道的名人。 我感觉说,在整个世界甚至国外的国家,都知道这两位在华语乐坛中的地位。最近,林俊杰在某节目晚会上,被邀请到唱歌,而且足足唱了20分钟。这么高密度的演唱,也是十分强调体力和实力的,但林俊杰丝毫没有放松,完完整整地完成了演唱,并且特别完美,真不愧是华语乐坛中的大人物。 我们对于林俊杰的歌都不陌生,这个阳光男生的嗓音很是特别,被称为行走的CD在现场唱歌,基本跟原唱一样感觉。所以这迷人的声音,很容易被大家记住,不仅唱歌很好,私下的他跟朋友相处,更是备受每个朋友的喜爱。 许歌手都是喜欢演唱时,使用自己的麦克风,这些林俊杰使用的是自己的个人麦克风,因为林俊杰在舞台上用的麦克风跟其他人不同,所以他独特的麦克风是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。 有一些细心的网友开始封锁了价格,并查出了这款麦克风高达了七位数以上,所以如此的昂贵。 光是一个麦克风,直接打脸了娱乐圈很多艺人,毕竟花这么多年的钱,打造一个属于自己话筒,应该很少人做到吧。 仔细看完林俊杰的麦克风,你忽发现,他的麦克风上面有一支音,这也更是显示他的胸怀和远大的抱负。 林俊杰这么多年,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的歌曲,和传唱度很高的作品,而且,他唱的歌也是在全国变得流行,所以,希望他今后给我们带来继续好听的作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